HELLO 大家好,我是Hailey 又是每月用什麼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喜歡拍這個題材 因為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過去一個月裡面 我用了什麼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如果你都想知道我的9月用什麼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啦 不經不覺我的用什麼系列已經拍了大半年了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可以跟我多點烏冬烏冬的 在9月初的時候 我和Laura Mercier合作了一條IG影片 主打是我手上這一盒伸出的感光物粉 它的粉質很細緻 用完之後皮膚的光澤感 好像打了燈一樣 但是當時我最經驗的不是它 反而是我手上的轉光CUSHION 它的包裝其實沒有太大特別 大家看到我已經用到很髒了 跟平時CUSHION一樣 都是打開粉底在裡面 都是海綿的 有留意我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是粉底液門派的 很少用CUSHION 也很少喜歡一個CUSHION 一個外表這麼普通的CUSHION 有什麼吸引我呢 就是它的妝感和遮瑕度 千萬不要小看它 我現在都是用了它做底妝 完全沒有落到遮瑕膏 大家知道我的黑眼圈是小幾級 千年萬年 它真的可以一層就完美遮好了 是極度驚訝 還有它遮得這麼好之餘 完全妝感不會厚的 這個是經過我男朋友認證了 我真的在她面前上了一次 她都會覺得 我知道你上了粉底 但不是那種很厚粉 很一層的感覺 都依然透到皮膚的光澤出來 之餘 它是均勻膚色 遮到你的瑕疵 是非常非常驚艷 她幫我省了很多很多上底妝的時間 而且在我身上都算持久 一天八至十個小時 不會有氧化的問題 不會變暗 但我覺得她比較適合乾肌 或者乾燥天氣用 是會更加好 因為很多Cushion 你都會用完之後 覺得有一層東西 然後被迫住 很辛苦 不能呼吸 它是不會的 但就真的要薄薄上一層 你不要不停地疊上去 就什麼粉底都會厚粉 這個是我今個月用完之後 很有驚喜的底妝 接下來要分享的這件事 我是十幾年前經常都會用 當時經常斷貨 斷斷一下 我都沒有心機再買 最近我突然想起它 就去Counter看看能不能買 原來還可以買 兼且這麼多年來 一元都沒有加過加 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手上Cannibal的 這支Eye Makeup Remover 看起來靜靜方方很可愛 細細支 120ml 這麼多年來都在買80元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記起它呢 就是因為家裡有兩支眼唇卸妝液 終於用完了 我都不是特別太滿意 我想找一支是不油膩 落得快又乾淨 然後不會劫眼 不會令到我敏感的話 我突然想起十幾年前很喜歡的這一款 我沒有追蹤過 究竟它有沒有出新版 或者撤出了香港 總之有一天經過看到它的Counter 問一問 原來還可以買 是一模一樣的包裝 方法和價錢 十幾年好像那個時間停頓了 超開心的 還要這麼多年後我再用 都是覺得它很好用 它真的可以在化妝棉上 打開眼睛 大約5至10秒 所有Mascara和眼線都很乾淨地落光 你不會有一層油膩 或者一層膜的感覺 在眼睛 是非常舒服 它是沒有任何味道的 大家都知道一些護膚品 只要它出一個新版本 那個加價的幅度 由10%至30%不等 它真的超級佛心 這麼多年來保持到這麼好用 還要沒有加價 我真的很推介大家 去Cannibal他們的Counter買 他們還有另一個是Lunasol 比較貴 是$100 我用過兩個了 其實不是最近買了 而是十幾年前都用過這兩個 我還是覺得其實夠用的了 不需要多加20元 我覺得Lunasol的滋潤感強一點 我喜歡清爽一點的話 就是這一款 它是水油那種 要熬完才用的 推介推介 十幾年後 希望大家有一天都會介紹它 都是這個價錢 然後第三天想分享的 就是我手上這支 Eve Poche的花水鋼細胞 再生修復晚間精華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 現在剛入秋天氣開始乾燥的時候用的 跟我之前超級無敵推介的 花水鋼細胞再生修復全效精華 是同一個系列 他們主打膠原母細胞增生 在去紋修復這兩方面 我覺得非常有感 不要以為這支用來用去都用不完 其實它是新的 然後我手上還有一支未開的存貨 然後晚間精華我都用了三分一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是分了兩層的 它是有水性配方和油性配方 除了有肌膚再生的功效 同時亦都做到滋養修復皮膚 用的時候記得要搖勻它 還有最重要是 要把管裡的精華擠出來才去搖 不然我們只是搖瓶裡的精華 管裡都一樣是水油分開的 而質地方面 你會看到它是比較流質、輕盈 不會有很厚重、很油膩的感覺 而且很容易被皮膚吸收之餘 你會看到立即變得柔軟了 而且重點是完全不會黏黏的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兩種用法 第一就是敷完面膜或者塗完奶油之後 用半噴的份量在手心搖開它 再按在臉上做到一個很好的鎖水效果 然後第二種方法 推薦給極光機、沙漠機的朋友 在toner之後 口口地塗一層晚間精華 當它面膜這樣敷十分鐘 之後你用洗臉筋抹走它 你會即時感覺到皮膚的光澤感、柔軟度 都是大大提升 是很推薦的用法 至於味道方面 來自法國的ifoche 他們的護膚品都是偏向有少許發色香水味 但跟之前全校精華不一樣 這支晚間精華聞起來是沒有那麼濃烈的 而且敏感肌的朋友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他們是崇尚天然成分 這支的晚間精華已經有98%以上的天然成分 以及100%天然植物碎取 晚間精華我用了差不多兩個月 甚至乎之前的全校精華我用了大半年 用完一支之後又繼續用 我這麼久以來 無論天氣變或生理期皮膚不穩定去用 都完全沒有任何過敏的情況出現過 所以這個系列大家如果有興趣 真的可以放心入手試一下 我是很喜歡很喜歡的 Skin Care說完就到化妝品了 我手上這盒狗色眼影觀望了很久 我想都差不多有年半兩年的時間了 終於入手完之後 立即成為了我的大愛 我講的就是這盒家傳護曉的韓國狗色眼影 然後我手上這盒是5號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開箱片 總之我從收到那一刻開始到現在 我也是超級無敵喜歡它的 它的霧面顏色是很滑 然後那些閃粉顏色也不會粗糙 讓大家看看它的顯色度 是絕對不差的 你不要看到那些顏色這麼溫柔 塗上來一定是完全沒有顏色 然後好像有藥毛的感覺 原來不是的 化淡妝用它的話 真的近乎完美 我很後悔為何這麼遲才將它入手 韓國的官網是長期斷貨 我有一陣子每個星期都上去看一次 都是買不到最後就放棄了 機緣巧合之下我就在Cody Book那裡 順便入手了 真的非常非常慶幸我可以擁有它 接著要分享的是一條運動片 自從減肥之後 我每個星期有4-5天早上起床都會跟著一些Youtube Workout來做運動 從來沒有一條影片令我持續每一天去做 我覺得每一條影片都有它的特色 也不會說做完一條影片 你一直做下去就會全身都瘦了 我覺得每一條影片加起來才會做到一個很全面的運動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我的Review IG 都會知道我經常在Postory說我做了什麼運動片 希望鼓勵大家做一個養生健康補補 但是自從我發現一條4分鐘的腹肌片之後 大家沒有藉口 不是20分鐘 不是30分鐘 只不過是4分鐘而已 真的很有用 而且是覺得很令到我本身做的運動更加enhanced 她是一個日本女生拍出來的 以我印象 雖然我已經每一天都做 但好像是沒有什麼日文的 她有些音樂 倒數時間 不辛苦的 不是不辛苦 都辛苦的 但是是接受得到 因為她每個動作都好像是做20秒 休息10秒 總共只有4分鐘 即是辛苦極都是4分鐘 大家真的試一下吧 我用心良苦試了這麼多影片之後 這一條真心推薦 說起減肥來到今個月最後一樣想分享的東西 是我很少接觸的範圍 也不是特別喜歡 但是離奇地今個月的使用頻率有點高 就是這一罐的蛋白粉 這個品牌可以在iHerb買到 然後我手上這個味道就是巧克力花生醬味 我承認我是給它花生醬味這4個字所吸引的 巧克力味太普通了 一打開出來的時候 是很濃烈它們的花生醬味 是很香的 反而那個巧克力味不是太出的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很普通的一些蔥粉 但是說真的 蔥了出來之後 那個花生醬味是感覺不到的 可能有一點點 就是這麼一點點 它大部分都是那個巧克力味 我本身真的不太喜歡這一類蛋白粉的飲品 但是為什麼我要分享它呢 就是因為自從減肥之後 我的食量變得很小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不肚餓 但是不吃東西 有眼睛是覺得差一點 有點哭哭 這個時候 這個蛋白粉竟然發揮了作用 它可以提供足夠脂肪之餘 卡路里又不算高 令到我飽肚 然後又不會有太大的罪惡感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可能有些朋友 你們早餐一定要吃個全午飯 或者不吃東西不行的話 可以嘗試從這個方向去考慮一下 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蛋白粉之中的很好味 因為我對於這個類型的東西 是沒有任何期望 我覺得是都差不多的 所以純粹是想告訴大家 我這個月離奇地吃了三份一罐 這麼大罐 真是不得了 哎呀哎呀 還有一樣東西忘記了要分享 就是The Corner的Cara Sleepless 因為衛生問題 鞋我不想拿著 穿過之後 那就完全忘記了 這雙鞋 這個月真的非常之喜歡穿 原本我是給它的牛油果綠色而吸引 但是最後不單單是顏色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之好穿 容易襯就基本 我最喜歡的穿法就是襯長褲 然後捲起闊腳 令整隻腳看起來很收長 對於153小粒子來說是很重要的 然後如果有朋友怕刮腳的話 這雙鞋絕對不需要擔心 因為它沒有後鞋 然後它的尖頭是不會夾著我的腳趾 我也覺得是很重要的 我可以穿到一整天 它的高度比平底鞋舒服 因為它不會過高 然後剛好鞋起腳跟的時候 走路反而是舒服一點的 它的鑽石型鞋是走得很溫暖 如果是完全不怕走路的時候 這樣屈 大家明不明白 因為我經常走路都會不小心咬一咬 未至於咬柴 但這樣一屈 心都會來一來 這雙鞋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是很喜歡它 以上就是今個月 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個系列 多拍兩次之後 就到年到最愛了 真的眨眼就過了 大家有沒有這個同感 在看這個系列影片的時候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以及星期日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